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今17日距离2018年仅剩下14天,许多人已开始着手规划新年假期去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官方则作出2018最佳东之旅选评推荐9个地点世界上的美丽国家与地区推荐民众前去欣赏宜人风光。 根据国家地理报道,国外知名旅游家凯特埃瑟顿Kate Everton做出选评2018年最佳东之旅的9个地点分别为日本、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坦商尼亚、维也纳、加勒比地区、东南亚地区、北里斯、南极州、墨西哥南下加州。 据报道介绍,日本冬季许多地方降下白雪,形成许多美景与且有丰富民俗祭典。 巴塔哥尼亚地区恒越阿根廷与智利可欣赏到高山雪景坦上尼亚可乘坐热气球俯瞰大草原上的野生世界。 维也纳吸引人的除了人文景观还有手工艺品有机奶酪和葡萄酒加勒比地区则是各个岛屿间的潜水活动甚为迷人。 此外,东南亚地区除有湄公和风光亦有越南、柬埔寨等风景名盛可供到访。 贝里斯不但拥有美丽珊瑚礁、蓝洞,路上丛林景观也值得深入。 南极州具有丰富台原生态还有海豹、企鹅等可爱生物。 墨西哥南下加州旁的巴哈克特斯海被誉为世界水族馆多。 达650种海洋生物出没鱼刺,还可在这看到灰金。